能感觉到变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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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菲老师 陈老师 黄老师 在场的各位女嘉宾 大家晚上好 我叫马家成 今年25岁 来自四川 成都 这位男嘉宾由《励志新闻》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荡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 和未来所心仪的女孩子 一起去放一场浪漫的烟花 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一般放烟花的品种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最喜欢放那个仙女棒 我很希望陪着女孩子 去放那种仙女棒的烟花 但我其实更希望去放 那种很大桶很大桶的 很大桶很大桶的 你说的那种 就是我的小时候童年也玩的 拿在手里转 放在地上 对对对 就那个 小孩玩这种 这哥们他看的那种 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那种 砰 打上天 15秒钟以后 啪 啪 啪 14号 你好 男嘉宾 如果就是我们看到很漂亮的烟花 你会给另一半拍照吗 或者拍合照什么的 我觉得拍烟花和女朋友在苍穹底下 然后去欣赏 还苍穹底下 长这么大的词儿 然后一起合照是对于两个人恋爱一段特别有意义的 特别是铭记于新的一个时刻 我特别希望去拍合照 好 您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我未来所喜欢的女生交友态随意 4号 我想问男嘉宾什么叫随意呢 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我觉得起码是能够 是与你灵魂相能够匹配 或者说相一致的时候 才能够去认定是一个好朋友 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 比如说出去喝一场酒 去玩一次剧本沙 这一堆就是我的好朋友 好的 谢谢 9号 我之前谈过一个男朋友 就是我公司认识一个同事 就我们俩玩得很好 但他就觉得这个女生不行 他就叫我少跟那个女生玩 就是我觉得交友是我自己的自由 就不能说因为你 然后去干涉我的交友自由 我觉得交友是法律赋予每一个 这哥们用的词儿刚才是苍穹 交个朋友都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对 我觉得一定是不能够 你把所有人 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 都当做你的朋友 还是比较想要 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因为前段时间呢 你就不要干涉他了吧 好吧 好 秦明佳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你觉得另一半间有太随意 就是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吗 我觉得会的 因为短时间内太平凡的聊天 就会产生暧昧 所以你是比较特指 叫他异性朋友这一块要慎重 然后不能太密集的联系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你看你这个表达清楚 就导致了他们就觉得 跟朋友交往这是我的自由啊 你干嘛要干涉我呢 如果你要把他说 我不希望他交异性朋友太随意 那就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事情了 对吧 好 来看片子 用法律的天平维系秩序 公理之下正义不朽 我叫马嘉诚 来自四川成都 小时候的我曾经有过在法院旁听的经历 初庭律师的庄严正义 在我心里埋下一颗当律师的种子 十八岁那年我立下志向 我要考入名校学习法学专业 但因为高考失利 当时迷茫的我只能选择一所 三本院校的法学专业 虽然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 但这并没有让我放弃梦想 我当时就一个念头 考研那四年就做过一件事情 被炸 室友在熟睡 我在刷体海 别人在打球 我在背法条 为了不让自己在温暖的室内睡着 好 我选择在宁夏的操场 边跑步边背书 每天都是三四万步 小妈 学习 虽然我错过了和朋友的玩乐 但我实现了十八岁时的梦想 至今我还能回忆起 拆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去年我也顺利考下律师资格证 成为了一名实习律师助理 主要负责经济内二案件 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这种不来的 现在的我依然保持着六小时的睡眠时间 睡前我也会享受一个人追剧的时光 我喜欢刷一些职业剧 比如《非凡医者》《冲上云霄》 在放松的同时也能了解各行各业 钢琴是我从小到大的伙伴 无论心情好坏我都会去弹上几曲 我觉得弹琴能够治愈我 让我走出内心的彷徨 现在有的医院大厅呢 会放上一架公共的钢琴 许多志愿者会上去轮流地演奏 正是这样的旋律 能够将音乐的力量传播给大家 抚慰大家心灵 我曾经参加过这样的活动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特长治愈大家 我也希望弹这一段甜甜的歌 送给能读懂我的你 来 马律师给我们弹一段吧 哎呀 那个5号好像是可以 可以一块来吧 对 我也可以弹点琴 来 他们可以四手连弹 这个符字呢 就是它分为上声部和下声部 人家懂 教教我 女生一直跟他说教教我 女生都没说自己是柏克林音乐学院毕业的 这儿然后准备四个八拍 然后我们 OK 好 那我们尝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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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配合 谢谢余加国气了 好 这个两个人情涩和平 对 以后白天弹琴晚上弹琴 你是学法律的 我是学法律的 现在算律师了吗 现在还不算 算准律师 7号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觉得律师是一个 思辨性很强的人生 那以后如果我们吵架了 你会拿出各种证据来 你还想要说服我吗 首先学法律 它肯定已经养成了 一定的这种严谨的思维 可能我在某些小事处理上 女朋友要找我麻烦 我觉得我没有做错 我可能会用一些法律的逻辑 去回击 回应她 不叫回击 但是我觉得 和女朋友相处的过程中 更多是生活的一些片段 相互融洽地去进行谈恋爱的过程 这是她准备给我们大家分享的 令我们好好讲一下 女朋友偷偷把我的账号 游戏账号注销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女嘉宾 我不小心偷偷地把你的包包给扔了 好 不会放吗 你等死吧 只要是偷偷都不行 对 在2020年民发典通过以后了 这种虚拟的财产 也属于个人的财产权利 对 所以说超过了5000元 这个虚拟财产认定的话呢 就属于是刑法里边所规定的 故意毁坏财务罪 她说我是你女朋友啊 你应该怎么办 你拿出证据来 那当然会宠溺她 第四个 分手后向对方索要青春损失费 这个当然是一个你想做 你自己的一个选择 但对方给不给 当然是可以不给的 但是呢 我觉得谈恋爱的话 你既然选择了对方 那么在分手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承担起 你做出选择一个的后果 就是说你要不要是你的事 对方给不给是他的事 跟法律没有关系是吗 14号 你好 男嘉宾 如果在谈恋爱期间 双方翻对方的手机 算侵犯对方的隐私权吗 你这是个致命问题 首先呢 每个人的手机里边 都有很多自己的小秘密 那这些隐私呢 是不受侵犯的 所以说你翻我手机呢 或者说翻你男朋友的手机 当然是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但是呢 我觉得99%的男生 都不会追究这个行为 要想追究 能追究吗 就让他立刻停止侵害 李卉卉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待 婚前财产公正这件事情 我觉得婚前财产公正呢 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行为 会给你的家庭所带来一个保障 它是一个家庭与另外一个家庭的结合 如果一个新的家庭的话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做一个 婚前财产公正 那您是会主动给女朋友 去提这一点吗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会 但是我不保证我从感性的角度来说 去宠溺我的女朋友 婚前财产公正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得有财产 如果你只有一辆电动自行车 和一个微波炉 我觉得就算了 你看她这样的其实挺不容易的 她念书实现了这个逆袭 你们有没有在人生的哪个阶段 实现了逆袭 让自己感到骄傲的那种 2号 大家好 我叫刘亦宏 来自湖南衡阳 现在是在浙江杭州工作 男嘉宾好 就是我的经历跟你也是比较相似的 就是我曾经也高考试历过一次 然后我复读了一年之后 多考了150多分 最后我在大学的时候 还获得了一个公费的一个 留学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人生中 比较重大的一个转折点 我觉得人生的努力 是勇往直前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与道路 我希望和我所喜欢的女孩一起 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宽 好 看下一条片子 爱情就像是一首动人的旋律 几个简单的音符 随着时间的推移交织在一起 慢慢变得复杂且美好 我曾经和一个成都女生在一起四年 这段感情的开始 是她在社交媒体看见了 我弹钢琴的视频 在视频下面评论留言 我们也交换了联系方式 我发现她也会弹琴 弹的竟然是一首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曲子 《踩云追跃》 共同的兴趣爱好让我们愈发熟悉 我们会约着一起喝咖啡 一起出去玩 后来我精心挑选了一家餐厅 准备向她告白 我对着空气反复排练 那种紧张感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最终我送出了那条项链 她成为了我的女朋友 两年后 因为我要去贵州读研究生 我们开始异地 乘逢她的家里人生病 我又不能一直陪在她身边 偶尔的争吵 让这段感情出现了裂合 在一次争吵过后 她觉得我们都需要冷静一段时间 可能是对于冷静期的理解不同 半个月后 当我回成都找她 想要安慰她的时候 却发现她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我问她这是为什么 却换来一句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觉得一段感情的开始和结束 都需要一试感 当时的我觉得无法接受 以这种单方面的宣告结束 来作为故事的结尾 直到后来 我无意在情谱当中 发现了她留下的那封信 嘉诚 我不想因为家人的病情拖累你 也请你原谅我自私地决定 忘了我吧 也祝你幸福 那一刻我释怀了 我觉得真正的爱情 是两个人共同迎接困难的勇气 也是因为理解她的做法 而选择的放手 希望未来的你可爱 善良 永远怀揣着正义 奔向真诚 我们会彼此心动 共赴远方 22号 大家好 我叫王凡 我今年22岁 我来自于河北唐山 男嘉宾你好 因为我看您的VCR上面写着 就是你希望你的另一半 是那种善良的 然后比较有正义感的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比较有正能量的女生 因为我每天 我给我自己定的规则 就是日行以善 你昨天的那个善事 给我们分享一下 昨天的善事 就是为了一只流浪猫 对 这真的是 就是尽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善事 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是非常好 给自己就是提供很好的能量 23号 男嘉宾你好 因为我看你的VCR 包括你的兴趣爱好 一个是弹钢琴 像VCR里面 你跟你前女友的约会场所 也是类似图书馆 咖啡厅这样 然后包括你的讲话方式 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柔 然后就是有点慢性子的人 就是我很好奇想问一下 那你在生活当中 你觉得你做过最激情的事情 是什么呢 我做过最激情的事 我会挑战很多的不一样 我去蹦过鸡 我去滑过雪 我去挑战过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 可以 有机会也可以跟你一起滑雪 我也很喜欢滑雪 有机会也可以跟你一起滑雪 我也很喜欢滑雪 14号 你好 男嘉宾 你觉得结束一段关系是需要已识感的 是吗 是需要见面 就是说清楚 我觉得结束与开始都要一样 你们需要去共同两个人一起去决定做这一个事情 分手并不是一个人的事 5号 男嘉宾你好 因为我以前也一直妄想着自己能有一个有仪式感的分手 然后之前我和一个前任已经分分合合很多次了 然后我心里其实已经想好了跟他分开 然后我给他买好了一个礼物 然后再把他的冰箱装满了他喜欢喝的饮料 还有他喜欢吃的巧克力 然后我就想给他写了一封信放在他家里 就跟他说我要走了 然后谢谢你就陪了我这段时间 但是我发现当我们这么有仪式感分手的时候 一般都分不掉 就是太那个情深深与萌萌了 经常听到有人说有仪式感的分手 仪式感这个事情是要用心的知道吗 对 不用心的就没有仪式感 当你们两个感情已经真的意义上的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还在用心的来做这个事情 那还没到要分的时候 你想到他 他也会想到你俩人抱多痛苦 哎呀 还好好过吧宝宝好好过吧 就这个结果 就仪式感分手好像有个前提 就是双方爱的浓度有个很大的差别 有一方已经完全没有了很决绝 有一方还残存着一些爱意 但又浓度不到重燃爱火 然后这个还有爱的这一方 往往会希望一个仪式性的分手 还有一种可能是家庭巨大的反对 或者一国一地 使得他们不得不彻底地分开 然后双方会希望有一个仪式性分手 还有爱意残存是个必要前提 对 还有就是大家对关系质量的要求 就是要不要两个人要走到恶言相向 彼此刺激的那个程度才叫分手 感情变淡其实就可以叫停了 我在友谊中 爱情中 亲情中 都不要走向那个极端的负面 到一定的程度来觉得好了 差不太多了 就可以缓缓地就心存善意地分手 我觉得就是人对人的一种体谅 最后一个问题 20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 是跟青香鱼那种和你实力相当 还是会选择那种 需要在人生道路上 你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引领的这种 我更希望去两方强强联合 希望能够大家能够达到共鸣 比如说我说一个什么观点 女生也能够在这个观点上面 得到回应 而不是痴痴呆呆地 只是望着你什么都不知道说 现在留灯的是 7号 14号 22号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有请7号 14号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 看大屏 21号 来看一下指推是 马嘉宾的指推女生是 10号 刘玉文 不行 男生性格彬彬有礼 随和自信 感情中感性浪漫 有仪式感 懂得给女生安全感 女生性格爽朗活泼 善解人意 感情中感性又浪漫 会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情感 喜欢陪伴 男生身上的松弛感会吸引女生 女生温婉 灵动的气质 也会吸引男生 会是甜蜜温馨的一对 共两位参考 看一下女生基本质量 梅瑞盈 开心果 神经大条 这样的我你选一个 我很想选第一个 开心果 朋友口中的开心果 朋友们经常问我 为什么这么开心 如果有我每天这么开心就好了 请问家工作日常不能容忍的是喜欢的类型 我想看一下工作日常 大家好 又是新的一周 是位特殊教育教师 带大家来看看我的工作日常吧 这是我的第一堂课 台下的学生都很乖吧 除了正常上课外 下课的时候我们更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动态 这是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盲文 我们会按照对照表上面的拼音 对盲文进行解读 每天晚上的篮球比赛 是他们也是我最欢乐的时刻 这就是我的工作日常 其实对于特殊儿童除了陪伴 更重要的是不要用有色的眼光 看待他们 希望未来的你 也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和我一起关爱这些特殊的小天使们 刘玉文 我喜欢的动嘴也动手 你不知道的我 我想看一下我喜欢的 特别喜欢小动物家里养了一只猫 希望可以和未来的你再养一只狗 一起做幸福的双宠家庭 王兴伟 我喜欢只说一次的话 上头困难户 我想看一下我喜欢 系统 Rockefeller 先食物吧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 我很想知道女嘉宾 你们在工作之后的休闲时间 是怎么安排自己的日常的作息的 14号 因为我平时可能比较宅吧 就是我喜欢在家里 追追剧 打打游戏什么的 21号 如果有男朋友的话 我会愿意和他一起 躺在床上看电影啊 然后聊天啊什么的 10号 如果是周末休息时候的话 我比较喜欢去探店 然后去跟对象一起去吃好吃的东西 7号 我会抽出一些零碎碎片的时候 去跳跳舞 然后去猫咖啰 撸猫这种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择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想选择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择中间两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想选择 我想选择 刘逸汶 制推医生 10号 10号 我刚才 就不在一起 那我答应ocr 我还选择 你搞笑的 不是 我不是我想选择 你们保证了 你看这个 我可选择 我傻学了 我不想生意 你还不选择 我不是想选择 我 我不该选择 我 updates 我妈 kinderen 首先就是男嘉宾 真的很好 很优秀 因为我工作也比较满 然后我可能会需要一个 比较轻松一点的 对方的感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马律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我吧 小伙子挺招人喜欢的 对 挺上进的 对 人很好 她有沟通的内容 是 她是一个那么理性的人 但最后她是一个理性的人 她是最后一刻 完全被感性支配做出一个决定 但是在她进行表达的时候 又回到一个很理性的 希望找到一个原因 然后我喜欢 你也喜欢探电 我也喜欢探电 然后来契合 这也许不是一个最优策略 对 她不如说我就是看到你 我就产生了很多爱意 对 就让爱意炙烈地在上面燃烧 释放出来 也许还有那一丝可能 爱火点燃爱火的机会 在苍雄下看烟火